演艺师家许氏兄弟中的许冠英因心脏冰发病逝 享年65岁 11月25日摄灵 26日中午12时出病 记者发现灵堂外白满许冠英生前好友送来的花牌 包括有刘德华 张学友 郑少秋等 灵堂内也放置大荧幕不停播放许冠英生前主演过的电影片段和唱歌片段 另外前往灵堂致敬的还有钱小豪 庄思敏 廖比尔等 其中庄思敏戴上于夫帽也是一头红发 他表示生前许冠英是个毫无价子 非常照顾后辈的人 印刷最深的是他能说会道 他对我们很好 他每一次都会跟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说笑 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很多他一些的经历 他会跟我分享 他做医人啊 曾经发现的一些问题 他都会跟我说 教我如果真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应该怎么去面对 约下午八十三十分 徐冠文不出灵堂接受传媒访问 对于早前传会将徐冠英的骨灰撒到大海一说 徐冠文表示自己与弟弟徐冠杰未来也会如此 而对于徐冠英生前的女友 徐冠文表示至今未见其身影 我看了他以前的男朋友也未出现过 有时就觉得他这么爱 为什么他这么爱也没有过很可爱 只不过他就这样跟我说 他自己认为自己很难这么爱以后 还有一个女人可以在隔壁下来站起来 以后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